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医的《王丁内经》来说 《王丁内经》三古《天真论》第一句话就说 田坛虚母 真气长之 精神内守 边安重来 这个我就启发到 古代语言很早在《王丁内经》已经说了 田坛虚母 你的神就是人人长之 如果要谈你心理 现在很多心理的辅导必须入境为主 入境 就是要安静 我们的心要安静 对的 现代人生活很忙碌 很多焦躁 压力 很多情绪 其实心很难静 对 没错 包括我们现在提倡的打坐 打坐 对对对对 都必须能静下来 包括连辅导 比方是音乐辅导 或者是情绪辅导 必须让这个受益者它是静下来 所以怎么来静下来 其实音乐是最快最直觉的 帮助它很快静下来 我自己一点点的知道 现在在西方现在的治疗里头 也大量的用艺术作为治疗的工具 对吧 所以音乐治疗 其实在西方已经非常流行的 一种治疗情绪的方法 那么刚刚风老师你提到的 其实原来我们的皇帝内经 我们中国古代里头 已经会用音乐治疗人的 那个心理的状况 对了 没错 其实我们古代已经说 以音乐为主 就是从个药的字来写 记得这药怎么写啊 对 古字 古字里头那个药呢 就是上面是个草花头 下面其实就是音乐的乐 没错 这是以音乐为先 以音乐为先栽栽的草药来 治疗心理 包括你的心体 哦 那么在我们中国的那个 这么有长的历史里头 有没有什么著名的例子 是用音乐来调养心理的一些 文人呢 或者知名的人士 你能跟我们讲讲吗 有啊 没错啊 就是我们的孔子 朱古兰 苏东波 都是名人 他们都是文人 他们都是有很多的压力啊 当时他们都面对经济很大的压力 但是他怎么来调理自己啊 其实是通过谈琴 就是古琴 古代的文人就是琴琴书画 琴是第一位哦 没错 琴琴书画 琴就是古琴 哦 不是古真哦 很多人搞错哦 是吗 是啊 古琴不是古真吗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所以古琴是七根绳 以七根绳为主 所以古琴那么小 琴还不是同一回事 不是 哦 古真是二十一根绳 古琴是七根绳 比较容易 像现在 现在有些人喜欢玩的那个 那个Yooka Lily 对吧 就是一个好像小小的提琴 就到处跑 很容易拿 对 古代人背着琴 随时就可以弹琴了 都是 古代人背着琴 也许出山下 古山洞里面弹琴 对对对对 就是比方晚上 被这个琴在山区来弹琴的 没错没错没错 很多诗词都是讲到 在竹林里头啊 在月光下面 在湖边 那种就是非常安静的环节 对对对 弹琴 对对 这是对咱们的那个 情绪心理是很大帮助 没错 嗯 因为古琴的音乐是 清卫淡乐 很淡的音乐 对 所以提到心里的辅导 其实我们学的音乐 必须很淡 很近的 嗯 这是古代人说 古琴是 是戴因其心 戴因其心是什么意思呢 戴因其心 因为我们的古词呢 好像你听寺庙里面的中意啊 对 它是一个很远的 我们英文说是vandation 是音律 它是频律的 它很远的 通过这个频率慢慢很大很大很大 就去你的战斧五战六斧 对 让我想起有时候我们敲那个庆 或者是寺庙里头的那个钟声 它那种慢慢慢慢就当了一下 然后慢慢慢慢的那个声音的消失 那是一个正频是吧 没错没错 然后它是跟咱们的身体是有个共鸣 对啦 它打到一个音波 能中去我们现在说的阿法波 阿法波 对对对 就是能静下来的老波 就是我们能静下来 调理的情绪的音频 很有意思 冯老师因为您的专业是中医 然后您对于那个西方的心理学啊辅导啊 您也有研究 您其实是将咱们古代的传统的中医的智慧啊 对 和那个现在西方的那种医疗的科学综合在一起啊 是 其实我只是体会到古代人怎么来调理自己的心理 其实就是通过谈情 嗯 为什么谈情也跟我们中医有关 嗯 我们谈情呢是用真的手指 对 我们十个手指都是十个经络 对 我们都跟我们经络有关系 嗯 我们都知道 学综也都知道 中间是心包经 心包经 还有心经 还有心经 心包经 两个 我们谈情是左右手来运动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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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我是左右腦来训练 哦 左右腦 我现在都知道 左腦是功能不一样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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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只是這個針盆通過我的手指 調理我的心 所以我們彈琴的人 琴人 琴人 是高度的要求自己收聲養心 我們彈琴我們的心出來 我的心是怎麼 我就能彈出我的音樂 送給台山的每一個人聽到我 通過我琴的心音 送給你是什麼感覺 還有影響你的情緒是怎麼樣 很有意思 那麼說彈琴的人 他不但只是透過彈琴 他的手指在調養自己的心身體 而且我們聽到的這些音樂的觀眾 也能夠得到一種的共鳴 對我們的身體也有好處 沒錯 還有就是我們說琴是一個 有意景 其實因為我們提倡的音樂 古琴也是天人合一 對 我們很多的古琴的音樂 都是以提倡山水風景 這個當你彈琴的時候 你就想到我飛到流水 飛到高山 你就跟大智人結合起來 因為人不能脫離大智人 你越接近大智人 其實你就能很和諧 很和諧的天人合一 所以我就在彈琴的時候 我就忘記我現在在香港 我就突然想到我出了高山流水 彈到時候我的心 我跟大智人結合起來 其實我們中國很有意思 中國音樂是跟大智人結合 踩破舌 但是西方的音樂 它是反對大智人 特別是人工的 改變大智人 對大智人是造成很多破壞 而且很和諧的音樂 其實跟你很興奮 很興奮 對 它沒有給你思紗 衝破你現在不再生活 我們現代人其實都有很多的壓力 因為我們的都是心靈 我都走得開 晚上工作很忙 還沒有很多人 很多的壓力 但是我回去我自己的空間 其實我必須要跟大智人結合起來 是天地人 只要起來採討自己的心 這是很好的一個方法 因為現代人 比如說我們住在香港 根本跟大自然就已經很少接觸 沒錯 但是當我們能夠這樣子去彈古琴 聽古琴的音樂 馬上就是那個境界 就我們走進了大自然的那種氛圍裡頭 沒錯 所以說這個古琴的音樂 古琴的聲音 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對 讓我們能夠暫時脫離這個城市裡頭的那種壓力 那種激魄的感覺 沒錯 沒錯 還有就是它很能安靜 其實我們彈琴 早上彈琴和晚上睡眠前彈琴 特別我的研究就是以入境安神為主 因為我們的思想很多很豐富 特別想太多都不想睡覺 每個人都有失眠的問題 對 失眠睡得不好 對 睡眠不好就影響我們都知道 內風臂失調 還有情緒也影響 所有人的正當的焦慮症 沒錯 都是因為你睡不好覺 所以我的研究以思念為主 古琴幫助你能安安靜靜來睡下來 那當然你的身體就好 你的身體就因為你睡得好覺 你才能用心理好身體也好 這就是兩方面心聲結合 這個音樂達到心跟身體都結合起來幫助你 所以我們想古琴的音樂 也不是想一些很興奮很高調 我們只想一些很安靜 假如等一個波及大家聽就兩修銀 他想著約過 梁蕭瑩 對呀 我就等一個波及大家聽 大家來聽一回 謝謝 對 我也有這種感覺 我聽古琴 我聽過風老師你談的琴 真的很能夠讓那個心安靜下來 然後 會有想睡覺的感覺 沒錯 真的沒錯 真的 我們在彈琴 就在雅的時候 就是白聽 因為人家一聽古琴 真的馬上很快地能睡得到 這是一個好事 對 因為他的音樂能很快進去到阿法波 他靜下來 所以我是鼓勵人家 雅集的時候 你覺得是放鬆 放鬆到約神 睡覺就睡吧 這個其實是好的音樂